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4月23号 德国电视一台驻中国记者在德国推出了一个 中国马三家劳教所受害者的专题采访报道 由于这是德国媒体第一次采访马三家劳教所直接证人 因此迅速的引起德国各媒体的关注 报道中 曾经在马三家被关押过的直接受害人 亲口讲述他们在马三家所受到的迫害 例如坐老虎凳 绑死人床等 一位50岁的妇女说 她被关禁后被女警殴打了20多分钟 还被电棍 电击 脸部 耳朵 腰 胳膊 腿和肚子等部位 报道还特别提到 过去10年这里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 德国电视一台的这个采访是以广播播出 报道说是为了保护被采访者 另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这个采访播出后 立即被多家德国媒体转播或是转载 德国媒体还提出了两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马三家是酷刑最严重的一个劳教所 或者只是黑幕的冰山一角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潘涂村 因为村官司脉土地给高尔夫球场 引发村民维权静坐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这期间爆发过多次警民冲突 4月25号凌晨4点警方开始清场 数百名武警到场拆除村民的维权横幅还有帐篷 并焚烧现场物品 那么数千名村民就与武警特警发生了冲突 多名村民被打伤 几名维权的村民还被抓捕 多辆警车也被砸 有几名警察也受了伤 一名到场处理问题的同安区女官员 还被村民扒光了衣服 当局急调上千警察增援 目前这起事件仍在发展之中 好观众朋友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经文